每週國家 厄瓜多有一座監獄 發生了幫派衝突 造成了四十四名受刑人死亡 還有一百零八人在逃亡當中 畫面中可以看到大批受刑人家屬 即在監獄外頭 詢問受刑人的安危 那麼厄瓜多中部的這一座監獄 近年來呢 有幫派首領入獄 引發獄中 兩派人馬騷動 雙方在九號清晨演變成暴動 衝突當中有四十四個人死亡 大多都是被刀蟹刺死 當中還有超過兩百名受刑人 借機越獄 官方已經找回當中的一百一十二個人 那麼還有一百零八人持續逃亡 目前厄瓜多多數的監獄呢 這個人容納的人數是超過了上限的百分之十五 環境過度的擁擠 過去一年多以來 厄瓜多已經發生至少 無奇的監獄暴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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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